事實上這個 黃仁勳人家當然是 能夠在全球做生意 越方便越好 事實上他也很強調中國市場 他上講過一句話 民進黨去看一下 金融時報的專訪好不好 他說尖端晶片在哪裡都可以製造 可是中國市場只有一個 這黃仁勳的話 他的意思是說 台積電如果在美國製造晶片 在日本製造晶片他也可以買 他不一定要到台灣買 台積電的晶片 可是中國市場他沒有選擇 因為中國市場只有一個 這他講的話 你怎麼不去用他這個話 來說他是台派還是中派 這毫無意義 我坦白講 這個黃仁勳本來 也要把他的高階晶片 賣到中國市場 可是美國政府反對 被擋了 對他本來要做H100 或者後來第二個他就降階一點 變成A100 結果還是不能賣 結果後來做到H20 H20中國說這個太低階了 我自己可以做 結果他就賣不通 結果他H20在中國是降價求售 所以你說他不要中國市場 怎麼可能呢 他是被美國政府造成的障礙 那坦白講你台灣政府這樣一直貼貼貼 像你這1450 王定宇的莫名其妙的人一直過來貼 他閃都來不及 他才不要讓你這種人沾到 事實上你去看黃仁勳 還有英特爾的CEO都來台灣 這個坦白講是星光閃閃 這個台北電腦展那個 那一個晚上是星光閃閃 全球都在報導 是 那為什麼他們不見賴清德 賴清德不是在就職演說說 要把台灣推動為全球的AI之島 我才不相信 現在金德沒有努力要見他們 一定有 可是人家不方便見你 你要搞那麼政治 誰敢見你 就這種問題 所以我說 還把人家搞成什麼 辣台派 亂七八糟 我跟你講 黃仁勳在出名之前 他的晶片本來就在台積電下單 那尖端Cuda做出來之後 那當然更是選擇台積電下單 因為台積電做得最好 那另外 那個人工智能的伺服器 台灣本來就是世界的生產供應中心 所以本來他的業務 就跟台灣很有關係 可是你不要以為 這個人家做不出來 他主要是因為 受到美國政府的抵制 他過不去中國 那你說伺服器有這麼難做嗎 事實上伺服器 如果沒有NVIDIA的晶片的加持 你有那麼偉大嗎 伺服器中國也在做 那只是中國大陸現在伺服器 沒有辦法裝NVIDIA的晶片 所以我坦白說 這裡面真正無可取代的公司是 輝達還有台積電 這大家都知道 所以他們是共生的關係 這跟你台灣有什麼關係 如果台積電在全世界製造晶片 他也不一定要到台灣買 可是中國市場只有一個 他最終還是想做中國市場 我覺得如果連這樣的道理 你都要把它繳成什麼兩岸問題 中國台灣的選擇 那我坦白講 你這群台灣的政客沒救了 所以人家為什麼不敢見你 對 離你政治人物遠一點 因為他知道真相是怎樣 他到中國還要穿東北那個 二人轉那個大紅袍在那邊跳舞 你怎麼不去說他 那我覺得這也沒什麼 因為他要爭取好感 就這樣 他在台灣 我覺得他走夜市 表現出親民的風格 這非常好 其實我滿喜歡他的 我覺得他就是自然 那真的是很優秀的人才 就不要用政治去貼人家 不要造成人家的困擾 就是沈博洋在告訴我們 他是高風險族群 他就立委 這個人自己都在講 自己是高風險族群 請沈博洋從今天開始 不准接觸所有任何國防 外交相關任何機密 你不能接觸 因為你是高風險族群 麻煩國安單位 緊密的監控沈博洋 他不知道跟誰在講話 他隨時可能幫我們 洩漏國家機密 不就是這樣嗎 這是你要的東西嗎 我覺得沈博洋 真的是糟糕透頂 你知道他現在要 要政府去做什麼事情 他說要對抗 第五重隊的行動中心 你知道這在幹嘛嗎 這就是綠色情種 不就是情種嗎 你說的這些所有的動作 其實就是情種 先把一些人 我先認定他是高風險族群 因為他高風險 所以我開始派人去監視他 去監控他 我可能要切清他 我可能要查一下 他個資 我可能要密切注意 他跟誰往來 請問一下 這不是綠色恐怖是什麼 這就是過去警總在做的事情 這不是民進黨 反抗了一輩子的事情嗎 然後現在沈博洋 你告訴我要做這件事 太好了 什麼叫高風險族群 為什麼只有立委 台商黑道 才是高風險族群 老實講 剛剛你們也列出來了 那一些民進黨的人 不是家族就在大陸有生意 就是他自己就親中 對不對 要不然就跟中國大陸人士 有密切接觸 這些人算不算高風險族群 那我又坦白講 什麼叫高風險 就是你不容易認出來的 你想想看 如果有第五重隊要潛伏 他一定是潛伏到 你認不出來的地方嘛 對不對 所以賣路邊攤的 會不會可能是第五重隊 有可能啊 藏身於民間 因為你不會想到他是第五重隊 所以他就有可能是 然後我告訴大家 那一些你認為最不可能是 通常就是 比如說那些最很喜歡講 什麼抗中保台那些人 常常就是 我跟大家講一個歷史故事 秦快 秦快當年 大家記不記得 他是什麼樣的一個人 他在變境淪陷之前 他是主戰派 他當時叫抗金保送 誰敢去跟經國彈劾 他要把他調路燈 當然沒有路燈 當時就是說 就要把這些人直接要殺掉 因為這些人不愛國 這些人出賣大宋 結果呢 結果他被大驚俘虜之後 回來就開始變成什麼 變成求和派 就開始在那邊幫助經國 所以就是這樣子 所以誰是第五重隊 搞不好你什麼樣就是 搞不好你們這些平常 在喊抗中保台的每一個都是 誰知道 因為這樣最能夠偽裝 你們的身分 老實講不要在自己的 我們台灣島已經夠小了 人也不多才2300 而且現在少子化人還越來越少 你要在這麼少的人裡頭 找自己的敵人 這在幹什麼你知道 這叫幫助中國大陸分裂台灣 基本上就是這樣子 這樣子會造成台灣各族群之間 彼此不相容 每一個人都懷疑對方可能是非諜 每一個人懷疑對方是第五重隊 那台灣自己就裂解了 那不就完蛋了 這就是你沈不揚要的東西嗎 你是不是在幫大陸認知作戰 我真的非常懷疑這列 沈柏洋你要不要去問問民進黨的老前輩 你這樣做是對的嗎 因為沈柏洋委員他有黑熊學院 所以他對於那個所謂國土防衛隊 能揪出第五重隊 他實際是很堅持的 可是他這個說法我是覺得超過了 為什麼 因為他是希望能夠進行所謂高風險族群的控管 那你是要怎麼樣監聽這些人嗎 他舉的例子 有立委或者是往來兩岸的 或者是說有這個七小在中國大陸的 兩岸如果真的一旦開戰 進到開戰的時候 你擔心所謂第五重隊 其實我先跟大家講那個嚴格 第五重隊是怎麼來的 第五重隊是1936年的西班牙內戰 當時的這個叛軍的領袖叫Francisco 他要去打瑪德里 因為他說政府軍是瑪德里 後來政府軍是輸了 所以他就跟記者講說 我派了四個重隊 把瑪德里包圍東南西北 然後還有第五個重隊 他那時候也不講第五 他說另外還有一個重隊 已經潛伏在瑪德里裡面了 結果當時政府軍聽完以後 第二天把關在監獄裡面 因為他不知道誰 他搞不清楚 關在監獄裡面的一千個政治犯 全部都處決了 誤殺 那些人根本跟Francisco沒有任何關係 所以你現在在講第五重隊的時候 你要特別注意 第五重隊如果真的 兩岸真的開戰的話 在台灣破壞我們的建設 或者是直接就可能進行 我們的斬首行動的這些人 我們當然是要去防他 可是你不能夠挫殺 不可不防也不能錯怪 更不能夠挫殺 你今天講的是 是不是所有三十幾萬路配 你都要監控 是不是 他要政府公開通保房 這不行 你如果告訴我說 我們要有這個國家意識 如果說真的我們要保護國 真的我贊同 可是你說我要進行 因為連高風險族群是誰 這個就很難界定 現在看起來是說台商 所以有去大陸做生意的人回來 就是每一個人都上腳樓手銬 或是電子遮動器是不是 這個絕對是違反人權 跟我們台灣現在目前的隱私 還有剛剛亮哥講的通保法 所以我覺得 現在我只看到他這樣講 還沒有民進黨 包含行政院或是國安局 他們沒有講這個事情 光是一個立法院外面 到底王一川講 有沒有用那個手機去掌握人數 都已經虛然大波了 你說你要對這十幾萬人 進行每一個人監控 因為他們很可能是第五重隊 第二個 所謂的第五重隊 是要從內部進行破壞對不對 所以如果真的兩岸打仗的時候 真的可以去破壞電廠 或攻占電廠的人 是像我們一般 就是手無伏擊之力的人 你應該有一些裝備 你要去注意這些事情 美國也會注意外面來到台灣 所以很簡單 如果不是台灣 不是中華民國國民 來到台灣 來旅遊 有任何商務的需求 可是他卻入境以後失聯 找不到人的 你去注意他沒關係 但在台灣的三幾萬的陸配 來台灣念書的這些大陸的學生 其實他們是認同台灣 才來台灣的 我覺得沈伯郎委員 可能對於這個 就是第五重隊 應該要進行監控的這個話 至少你說我們可能要注意 誰可能是第五重隊 這個我覺得我可以認同 但你說要進行他認定的這個十幾萬人 都要進行監控 這絕對違反台灣的人權